女生最容易被感动的三个死机撒饺子千万别错失良机呀 对于很多单身男同胞来说 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早日脱单 可是爱情这种东西不是努力就可以得到 它需要一定的时机和缘分 当你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去向一个自己喜欢的姑娘 很容易吃病门羹 这样就白白失去一次机会 所以对有情长经验的人来说 往往懂得如果把握时机去打动自己心仪的姑娘 今天小编就来教教大家 什么时间下追求女孩子向他表白会更容易接受 撒小只们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哟 第一个时机就是在女生遇到困难或者在陌生环境的时候 如果男人能够像个老大哥一样 及时给予他帮助帮他排忧解难出谋划彻 这个时候的女生肯定对你崇拜不已 只要稍微再对他稍加暗示 想必很容易就容易被你感动 找你找他的依靠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紧防心机表 有的很有心机的女人会在自己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假装可怜兮兮的找你帮忙 等他熟悉环境以后 不需要你了就把你踹了 自己还感觉很无辜 弄得白白做了一个好人 所以你在对他好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知道你是喜欢他的 如果他还是跟你保持距离 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否则就是被你拿来当备胎 第二个时机就是选择在女人失恋之后的那段空窗期 这个时候的女人最寂寞是最需要男人安慰 如果男人能够好好把握趁需要入 想必比平日容易一半以上追到 因为女人一旦在感情上受到伤害 以后就会想要找个可靠的老实男人 踏踏实实过日子 这个时候你只要表现得细心 能够给女孩子依靠 那么女生早晚可能被你拿下 不过这个时候的女孩子切记盲目冒进 千万不要猴急 尤其是哪方面 女生这个时候最讨厌猴急的男人 因为这样会让别人感觉你的目的不纯 甚至会鸡飞蛋打 一定要稳住性子循序渐进 第三个时机就是真正那种大龄女人 父母迫切需要把她嫁出去 自己也很着急 其实这样的女人条件大多数不太差 都是很好的 只是平时太挑了 时间不饶人 到了结婚的年龄就会着急 这个时候如果男人能够投其所好 好好对女人献殷勤 表达自己的爱意 只要自己够真诚 女生真的很容易是被感动的 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 可遇不可求 一定要抓住时机 你就可以脱单了 对于那些想脱单还没有脱单的小伙子们 感觉看到周围女生 有没有上面三种情况 如果有的话就不要等了 赶紧行动起来吧 肯定没有问题的 当你真正找到新银女朋友的时候 到时真的谢我都来不及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